第316章 浑人李常亮 菊花见柳儿娘吓死力要怀子,不禁惊叫起来,张扬和小石头又冲上去想拽开她 胡建和氏一阵风似地从厨房里冲出来,经过菊花身边时还不忘说了句 你先进屋去 然后面色猙獰地冲到柳儿娘面前,狠狠地甩着她一个耳挂子 她本在厨房煮饭,柳儿娘第一声骂她就听见了,只是锅里在炒菜,蹬不出手而已 可是不等她把菜盛起来,就听柳儿娘揍菊花,哪里还管菜糊不糊,丢下锅铲就冲了出来 柳儿娘也是豁出去了,脸上挨了合适一巴掌,居然还是咬住怀子的手腕不松口 她心中气怒发狂,更加用力地咬下去 张怀吃痛,所以停下脚步,用另外一只手狠狠地捏住她的下巴,强让她松开牙齿 何时见着婆娘宁愿吃亏也不松口,这样咬,非把儿子的手巾咬断不可 惊怒之下,一手揪住她的头发,一手罩在她的眼睛 插开五指,咬牙道 你敢再咬,老娘把你这双眼珠子抠出来,你信不信 却见她已经被怀子捏开了嘴,柳儿娘见张怀毫不手软地把她往外拖 何时又打了她一耳关,还要抠她眼珠子 再一想,这事是因为柳儿被修引起的 因此三个原因渐渐都让她无法容忍 那真是急怒攻心,完全疯了 被张怀拖至院外后,立即在地上打滚撒泼 乌言晦语的高声乱骂,又往怀子身上兜头碰撞 拼命的架势十足 张怀恼怒地站住她两只胳膊,不让她撒野 可是女人打起架来,全身都是武器 柳儿娘的手被执住了,便用脚踢,嘴咬,吐唾沫 甚至用屁股撞膝盖顶,不时换招,灵活运用 比她怀子手忙脚乱,一时间倒没主意了 难不成要打死她?她真要出手,只怕这婆娘根本经不起她一下 她一气之下,双手用力,将她甩出老远,跌了个屁股蹲 不能打,就让她离远点,不能让她近身 何时一个大义,见着婆娘又缠住儿子 气得冲过来,要跟她再战 谁料着婆娘跌倒后,并不爬起来 反而坐在地上,拍腿尖叫哭喊道 杀人了,张大山儿子杀人了 娘俩打一个 何时母子被她这疯狂的镜头给惊住了 何时深感自己跟柳儿娘相比 这吵架的把势差太远了 菊花见柳儿娘开始拼命撒泼 她眼下不怕你打,拔不得你打狠些 她好赖在你家,你跟她讲理是讲不清的 两边的道理不是一个国度的 这种人最令人头疼 真是豆腐掉进灰堆里,吹不得拍不得 只能让村长来了 她换过瞻羊,让她拉张怀回来 又对小石头嘱咐几句 让她去叫村长过来 顺便让刘三顺,刘四顺来作证 就柳儿时,他们肯定也在场 张阳过去对哥哥说道 甭利是疯婆娘,舌头去叫李叔了 何时也对怀子道 你走开,去召开菊花 这死婆娘让我来对付 老娘今儿就跟她耗着 她这话被柳儿娘听见了 小的骂再狠也不管用 打也是打不过的 只有菊花是他们的卵肋 于是痛咒菊花,赖皮女不理口 又说她是个病秧子 生不出娃 怕是连赖皮狗也挣不出一只 这话激怒了张家母子 张怀握紧拳头刚要动 却被张阳一把拉住 说菊花姐姐叫她回去 何时上前又给柳儿娘一个耳光 柳儿娘立意是疯了一般 跟她撕打在一块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山边居住的人全被惊动了 媳妇婆婆们正在煮饭的丢下锅铲 男人们刚从地头回来 手里还扛着锄头 一起围向张家的院门 隔壁杨氏和刘云兰也被惊动了 杨氏听柳儿娘皱菊花 那真是心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 冲出院子跟何时一起将柳儿娘 蹲在地上打 柳儿娘奉声嚎叫起来 两家这样大打出手 围观的人还不明白发生了啥事 以为是今年的仇怨被引发了出来 所以不停的劝解 让他们有话好好说 可是柳儿娘奸如同吃了疯药般 压根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般挨打也不服输 只要杨氏跟何时一停手 他肇骂不悟 句句诅咒菊花 引得杨氏跟何时也失去了理智 下手毫不留情 愣是把他打成了猪头 脸上一片山花灿烂 菊花头疼 这么打也不是个事嘞 要是整出人命来 自己家也讨不到好 最主要的是根本不值得 这事冤得很 典型的做了好事 反被纠缠讹诈 张怀见柳儿娘骂得实在恶毒 怕菊花难受 一边劝她进屋 一边对她说道 等我把这老婆娘捆起来 堵住嘴 让村长和村铁柱来处理 菊花点头 暂时也只能这样了 不等怀子进屋找绳子捆人 张大山 郑长和和青木也都回来了 急忙喝止了何时和杨氏 询问室友 柳儿娘也并不是不怕打的 刚才不过是跟何时杨氏 比拼一口气罢了 见张大山他们都回来了 她也不敢再咒菊花 于是转而将张怀多管闲事 差人姻缘的话又骂了一遍 又四处拉人平礼 她堵在张家门口大吵大闹 张怀母子外家杨氏也致富服她 却惹闹了一个浑人李长亮 她今儿去下堂集 跟怀子他们遇上了 一块回了村 自然也知道柳儿的事情 不仅如此 她也背了柳儿一程 跟刘三顺张怀相互轮换 不然这么远的路 一个人背柳儿 谁也吃不消 看到昔日鲜花烟的柳儿 那瘦骨鳞循的样子 她心里不知是个啥滋味 柳儿在她心目中 是纯净而神圣的 掩藏了乡村少年的初恋情愫 回来后 她因为柳儿的事情 心情低落 正好哥哥李长明 喊她跟爹娘过去吃晚饭 柳儿娘杀上张家的时候 她正在哥哥家抱着小哲理禁闻 有一搭没一搭的逗弄她 忽听柳儿娘骂张怀 拆人姻缘她便愣住了 先是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 后来就闹得凶了 全家人也都出来围观看热闹 结果她越听越愤怒 两眼烹火 这时刘三顺 刘四顺也一路小跑的 来到怀子门口 柳婴深处 村长李庚田 孙铁柱跟她媳妇王氏也赶过来 不知为何孙金山没有来 李长亮将侄儿塞给花婆子 自己冲到柳儿娘面前 指着她的鼻子骂道 你这猪狗不如的婆娘 你也配当人娘 鬼女都要死了 临死不过是想回娘家 住几天安身日子 你就不能让她如愿 你是不是人 照你的意思 咱们碰见柳儿晕在路上 就不该理她 让她被狗啃 柳儿娘被她妈愣住了 她满脸红紫 眼睛浮肿 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立即高声尖叫道 你们救她我当然感谢你们 可是唐家来人了 李长亮不等她说完 就抱贺道 唐家来人了 就该让柳儿跟他们回去 还有你说 是你自个闺女不肯回去的 难道我们要看着她死在路边 柳儿娘喊道 她咋会死在路边 唐家人不是来接她回去的吗 李长亮再一次高声 打断她的话道 唐家人来接她又咋能 她从唐家逃出来 宁愿晕倒在路边也不肯跟他们回去 我说了两遍了 你耳朵打苍蝇去了 没听见吗 接回去死在唐家 逃出来死在路边 啊 你说 我跟怀子他们应不应该背她回娘家 哼 你只要说一句不应该 咱们 马上再把她背回去 扔到原来的地方 柳儿娘见着浑人句句话压着自己 根本不给她说话的机会 声音也比自己高 气得浑身乱颤 好不容易等她说完这一句 便又急又快的跟着嚷倒 唐家接她的时候 你们不躺着 她不就回去了 哪里会死在路边 回去看病吃药 过几天不就养好了 李长亮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我说你猪狗不如嘞 说这话 骗你自个儿就算了 还想骗大伙 直接说 让柳儿被唐家接回去 死在唐家干净些不就完了吗 还说啥 过几天就好了 真是笑话 总归 你就想着柳儿一定要死在唐家 就算他逃回来 你要把他送回去 试着注意吗 曲花和张怀听了大为爽快 这真是恶人自有恶人魔 刚才他们都掉进了一个误区 光跟柳儿娘争辩 柳儿被修的曲折里去了 却忘了提醒他 却忘了提醒他柳儿当时的状况 李长亮却根本不跟他掰扯 柳儿被修的是非曲折 劈头盖脑的就是一顿骂 将他那点小心思全拔出来 搁在阳光下暴晒 他毫无顾忌 嬉笑怒骂 自出产后 压根没给旁人说话的份 连村长李庚田来了 也在一盘干酿着 刘三顺早听小石头说了室油 这时好不容易找了个空档 上前对柳儿娘说道 我跟怀子 常亮见柳儿晕倒在路边 就想着要把他背回来 后来唐家来人了 可柳儿却不愿意回去 还给唐老爷下跪 求他求了他 唐老爷答应了 我们才把柳儿背回村的 你咋能怪怀子 换了柳儿的姻缘来 刘四顺也道 我们要是不管柳儿姐姐 他肯定就死在路边了 李长亮冷笑道 不过是找人杀气罢了 他舍不得闺女 留开那个有钱人家 弄回来还要请大夫吃药 这不得花钱吗 就算马上死了 也要买副棺材 就不用棺材 也要花费一块炉席来 还要买块地来 埋在乱草缸 不是要被人笑话吗 你这算盘不得叮当响 就是不晓得死在旁人家 能不能得几两烧埋银子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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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